金周刊公布国人长寿风险调查 结果发现有超过一半的民众 还没有开始准备退休金 国人平均寿命为79.9岁 男性76.7岁 女性则为83.3岁 面对高龄化的社会 日前金周刊与世新大学 共同进行国人长寿风险意识大调查 结果发现男性预期自己寿命是76.91岁 女性是75.31岁 有9成的女性低估自己的余命 可能会面临退休后的多重风险 调查也发现对于老年生活最担心的是 高达六成的民众最担心需要被人照顾 也有近四成的民众担心付不起老年照顾费用 至于在退休准备金的部分 有高达一半的民众还没有开始准备 学者认为台湾长照服务面临服务人力 与模式皆匮乏 政府不松绑 民间难投入 保险法不上路 长照又没有经费 学者建议政府应该多多鼓励民间资源投入 而不是完全限制长照产业 一定要非盈利 才能真正照顾到需要照顾的人 记者乌鸦宇林国黄太匯报道